hm 有幾個 最後一集有幾個題目 稍微帶點未來觀 再救教一下沈醫師 總統昨天召開記者會說 適度派遣 台積電的榮譽董事長張中某 出了APEC的領袖代表 蔡英文总统交付两大任务 张忠谋董事长的能力位界 当然是有目共睹 可是有人讲说 除了张忠谋之外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人选 我们可以考虑看看 毕竟总统有没有其他 另外一种选择的存在 另外一个题目 我不知道混在一起问 刚离开交通部长位置的林佳龙 有个新闻报导说 他的派系郑国会 对于佳龙的下一步 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矛盾 跟讨论存在 所以林佳龙下一步是选台中 还是到新北来选市长 另外昨天神经事有段说法 在网络上很多人在问 防疫像棒球赛 神木雄说光靠不失分不能完胜 三个问题混在一起 就叫Uncle 我先讲棒球 很多人看不懂 这个要对棒球了解 因为现在有三个主要经济媒体 说我们不好 对不对 他们是下半场的看法 就是要得分 因为他们的上半场很糟糕 他们的先发投手 大概是四分 四分再六分到九分以上 所以你下半场的终继 或者终结投手 一定要先 第一点不崩盘 守住 不失血 第二点要把它扳回成平手 那最后再赢一球 所以这个都要打几 这个都要打几 看是密集安打或者打长城 都可以 那他们是用这样的眼光看台湾 他们就认为我们台湾不及格 但是他不了解我们台湾 所以如果从头一到九都没有失 而且没有人安打 这个叫完美比赛 完美比赛 很多人分不清楚 这个完美跟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对手 就是这些病毒有没有上蕾 有 因为我们有一个疫情 没可能 就去上个月十五 五月十五 第一波的流行 所以他上蕾了 他安打上蕾 不但到一蕾 而且到蕾到二蕾 甚至有到三蕾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说他没有得分 没有得分 没有得分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希望说 那这个先发就要撑到底 没有完美比赛 来一个完全比赛 OK 也怕不错 但是这个不一定会赢 因为对手是打九下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个再厉害到九上 都维持对方吃鸭蛋 也是没赢 他下面 他如果九下拿一分 就输了 OK 而且实际的情况 比这个还严重 所以你认为不应该 只是球完全比赛 因为政府看不到的 是很多声斗小名 靠这个cash 再过日子 是 你现在他定关了 他现在没投入 你给他一万块 其实这些日子是很苦的 而且这些人 大部分是你的票 OK 的确 那我现在讲林佳龙 林佳龙的处境是蛮不幸的 因为他是政国会的大哥 大哥 所以政国会一开会 就要讨论说 我们如何处理下此的选举 林佳昌去找一趟 你一定要处理大阿哥 那大哥又不能随便派 所以他大概要么回台中 要么双北 没有了 但是这三个地方 他恐怕都选不上 他恐怕都选不上 而且如果 民进党不管是输了 就丢掉四年 如果赢了 赢了一定你要上 要不然这个时间戳头 要么四年 要么八年 林佳龙其实机会就没有了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林佳龙的这个 我觉得他就是自比天高 从小立志做大事的人 会走到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这不由得他 这也是命 那考虑选新北是不是义位 我有人解读说 他们预判可能 侯友宜不寻求连任 那国民党形成 所谓捍卫者的真空 让佳龙又进一步 取新北市的机会 那这个判断 如果我们不用林佳龙的角度 是用侯友宜的角度 您认为侯市长 没有寻求连任 我在这边孙总统 这可能想有吗 想得太美了 想得太美了 很多判断都觉得说 搞不好他为了下一任要提早跑 所以就先选 刚才我说那是他的烦恼 现在这是他的希望 我觉得不会 所有一定选连任 会选连任 然后半途去选总统 那个Kiss一定参加 韩国瑜不一样 大家会谅解 至少我做完一任了 张忠谋董事长 我不是 我对张忠谋还是非常尊重 就是说张董之外 我们有没有第二个可能的人选 张忠谋总统有交代两件事件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附属 经济附属 这个没有什么不一样稀奇的地方 我觉得派张忠谋去 我没有意见 因为毕竟TSMC 是现在台湾最大的招牌 所以TSMC的老板来了 大家看不起台湾 也起码看得起它 起码他讲话的时候 大家会专心听 所以就用这样 一直拖一直拖 因为现在如果不要他了 我觉得也可以不要他 因为他年纪蛮大 他大我七岁 我怎么记你知道 我都记张忠谋大我七岁 炒心成小我七岁 我刚好这两个人的中间 但是现在如果你换人不容易换 找不到适合的人 找不到在那种场合 一个都想不到吗 不是 跟这些领袖 以前秀万丈 人性异样 我跟你讲 要跟这些人打交道 应该有他们稍微一个关爱的眼神 都不容易 你知道吗 你去那边 整个电话路去那边 没人要插进去 也很辛苦 OK 所以反正不重要 这个对台湾来讲不重要 在APIC的表现 不管谁去都是不重要 张忠谋起码人家 在TSMC老老闆 所以人家会专心听 人家会专心听张忠谋讲话 你真的这么天生烂烂 讲什么都不重要 有谁他们彼此 那是一拜拜 你知道吗 叫拜拜 有谁说 听谁说 听好 我们回家叫做 没有 拜拜 OK 对不对 是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 因为疫情 我们进入下半场 那整个国家 也因为疫情的困扰 所以在很多方面 也都造成一些新的问题 我们必须去积极面对 那今天最后一集 我最后有点时间 就小啰嗦一下 事实上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一开始谈的时候 我就想讲说 防疫要靠每一个人 都要当那个Dutch boy 那个荷兰小孩 那个海平面低 那个地面低于海平面 那个荷兰这个国家 他们海底上有个小洞 小时候读书 那小朋友 赶快用小指头把它堵住 事实上要靠的是 每一个平凡人的努力跟付出 我还是一直反对造神 我觉得这场防疫的 整场漫长的过程当中 我老是会想到 这位阿姨大姐 不能叫大姐 她是彰化的一位 口罩生产线上的一位作业员 一位作业员 她在不断生产的这个加班过程上 不小心说这个手指受伤 那有人就说 她才是真正的口罩队的国家之光 就是这位这个局长 叶恩博局长去颁奖给她 那时候我们讲说 这位女孩子一手撑国家 另外一手撑起她的家 了解这样子的平凡小人物的故事 事实上会让我们更感动 希望在未来我们国家 面临更多挑战的时候 相信的是平凡老百姓的 集体付出 而不是哪一个英雄伟大人物 她的神机 她的妙算 那事实上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 神医师 最后一集 你对于我们台湾的防疫 有没有最后提出 什么样子的建议 我开坦白去讲 再来一次建议看看 我们建议就是赶快解封 赶快解封 我会在礼拜一讲 我们很幸运 我们唯一的一波的pandemic 历时整整两个月 现在有一个完美的收尾 我高兴 我邀请大家也一同来庆祝 现在就我们已经达标 这个达标不是我自己设的 我们现在政府就有标 它自己再加上它的自由行政 不应该 因为依法行政 你有标已经达到了 就宣布解封 然后会不会没有清零 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没关系 这个无伤大雅 如果有小反弹 我们政府保证处理的 漂亮 保证漂亮 其他的你就放心 该做的就去做 我们还是 我下面这句话讲了 就是很多难的 包括很多难的 跟我同态的来宾 都非常不满 我下面要讲的这句话 大家听好 总体来讲 这一波疫情 我们是模范生 我们还是模范生 对 我们是模范生 而这句话是 现在最悲哀的 政府跟城市中 讲不出口的 不敢讲的 因为讲了会被修理 会被修理 表现好 不可以讲 讲就会被修理 这个才悲哀 你不觉得吗 沈医师 这个明明是个模范生 却不敢讲 自己是个模范生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 把模范生的定义 已经超过 所谓人间的模范生 变成已经在 天堂里面的模范生 连模范生 都做不到的 天堂模范生的标准 害了自己 有这个现象 是你营造出来的 对不对 是你营造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适度把标准 做一个合理的调整 也可以让大家 可以在新的标准里面 让身心都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相对的舒展 来思琪 听你最后的意见 我觉得沈医师的立场 一直都还蛮一致的 他就觉得说 其实台湾连波都不算 然后这一波 就仅此这两个月了 也不会像其他国家 还会有第二波 第三波 第十波 那模范生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台湾 当然是当之无愧 不管是上半场或下半场 我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控制成这样 的确是算全球难得 但是还是有一些疑问 就譬如说 刚刚沈医师一开场提到 就算有一些不太明显的 他可能会传染 他认为传染力 然后就不会传太远了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在人民的 多数民众的心里面 还是会有一个阴影疙瘩 譬如说这两天 然后这两天的这个例子 就是台中不是有一个问奖 他就是在医院门口排班 然后现在他的感染源也不明 而他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 因为新闻就一直出来 他也的确造成了那个扩散 像这种不明传染源 而造成扩散的例子 是不是未来真的能够 像沈医师所说的 其实你也要传也传不远 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 心里头还是会有恐慌 因为这个问奖 他的CT其实蛮低的 20而已 没关系 显然他的传播的能量 还是大的 那如果没有逮到 这一个人的话 那不是一头拉苦的人 我简单回应一下 他这个时期的论点 是吃到陈时中的口水 那我要提醒 我挤胜不行吗 我要提醒你 彭博社的评分里头 有一个特别强调的 对小型疫情过度反应 是扣分的 OK 对小型疫情的过度反应 是扣分的 彭博也放太松了吧 就是因为彭博放那么松 美国才会搞成这样 好非常谢谢 这个沈医师跟这个时期 最近这个高路节 有个广告很好 他说smiles always find a way 在口罩下面 不要忘记 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微笑的笑容 最后一集 我再把这个好久没念的台呼 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便宜天空室 我叫南俊仁县 最后一次 按大家说一声 谢谢 我会起立 跟大家举一个空 请大家慢走 我们要收摊拜拜再见 谢谢